大家好,夏天到了 你们做好玉米的准备了吗? 今天分享一道简直餐 西红柿鸡蛋玉米面多大汤 做法很简单,口感比较犀利 低至低卡 减肥区的姐妹们很适合哦 准备一勺玉米面粉 然后再来一勺普通冻粉 放少许盐,一起给它拌匀 然后我们要加入开水来烫热 这一步很关键,开水一定要一点一点点 边加开水边搏面 这样子也将它形成软软的面割打 一定要是加开水来烫料 开水烫过的面,它的口感也比较好 像这样煮不平的拌匀 像这样面割打粒已经做好了 再准备一个西红柿,打上十字花刀 再用开水给它烫一下 把西红柿的皮给它去掉 西红柿去掉皮它的口感更好 然后再把西红柿切成冰备也 这一步没有特别的规矩 也可以切成块切成片 根据自己的信号而定 碗中打印两个鸡蛋 一起给它调碎 然后包装再倒少许盐 油热之后放入小鸡猪板 给它爆香 再倒入西红柿一起搬 可以把西红柿卡出西红柿去 我这里把西红柿炒软了 然后就开始加入了清水 一旦火煮开之后 直接像这样子把面割打倒进锅中 翻动的时候要轻轻地翻两下 煮一分钟左右 然后就可以再翻动了 大火煮开两分钟 然后再倒入鸡蛋黄 一旦火下锅之后轻轻翻动 我们的蛋花就已经好了 整个过程大概三分钟左右 我们的面割打开就已经完成了 早上开发就可以吃花了 但这个颜色还有十一把 低支低卡高档板 营养高负 好吃不算 喜欢制作美食的朋友 记得关注点赞